我剛才沒錄影嗎? No way 哈囉大家好我是Mail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大家看到這張大叔的臉應該已經不陌生 如果你是Battlefield的粉絲 那如果你不是的話 希望你今天馬上成為Battlefield的粉絲好不好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稍微看一下這個Teaster Trader 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消息要講的就是 5月24號當天我會來做直播 來做一些簡單的翻譯 跟大家來講一些一手的消息 跟我自己的心得想法 所以歡迎大家能夠跟上直播 不過我們先來看這個預告片好不好 OK 其實我已經看了大概10次這個預告片 這個非常簡短的Teaster 然後這個預告片大概是昨天晚上發播的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 我沒辦法再做影片因為太累了 我剛才早上洗完澡馬上BOOM 帶給大家這樣的一個消息 首先大家應該可以看到的是 有英國跟鐵十字Iron Cross在上面 然後很明顯應該是征服模式 所以大概確定 英國跟德國在衝突的部分 大概是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如果不太可能是一戰的話 只能往後退 所以依照他們的服裝很明顯 我應該也不用多講 這不用是歷史專家 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應該 就是World War II YES World War II 我們來了 其實Beltfield二戰跟Beltfield一戰 都是DICE他們非常非常想推的內容 但是 就是不斷有不同的情況而延期 很多人在猜測說 因為Call of Duty World War II推出 所以他們不想要再推出二戰的東西 感覺是有抄襲的嫌疑 或者是感覺又要互槓 所以他們推出了一戰什麼的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計畫 DICE都在進行 Bed Company 3 惡名昭彰3 現在很多人很失望 不是現代戰爭 不是惡名昭彰3 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是在之後才會推出 但是很明顯 2018年Beltfield Beltfield 5很明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來錄影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地圖方面有一點空白 沒有太多的輪廓 整個介面算是蠻乾淨的 然後一樣有小隊的一個系統 也有小隊長會跟你說 你要去Defend 你要去保護1點 然後中間的話也有血條的部分 這蠻有意思的 因為之前是在右手邊嘛 右下角 後來你可以看到的是Spawn On You 所以一樣會有小隊的重生 然後這樣的一個動畫蠻有意思的 我個人猜測應該是近戰的一個動畫 應該是敵人在對自己的角色來做近戰 那比較恐怖我比較擔心的是呢 這樣是一個正面的近戰動畫 這應該會被玩家詬病 因為如果你隨便亂揮你的小刀 或是隨便亂揮一些 近戰的武器 然後在正面都可以直接切入動畫的話 你搞不好不會有太多時間反抗 在Bellfield在處理近戰方面的話 都有一點很容易有失誤啦 我不是說這是近戰 有可能這只是單人劇情的動畫 但是做得像多人連線 或者是也有人猜測說 這個是如果你從戰鬥機上面跳下來 你會接到這樣的一個動畫 然後重生在地板上 之類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猜測 不過我個人覺得應該真的就是 近戰動畫的部分 不過你在被近戰的時候 小隊員也可以重生在你身上 這也是不太合理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確定 然後明顯這個動畫的感覺 有點在模擬搶救留言大兵的一個橋段 如果有更多的猜測的話 當然就可以看5月23號 台灣的時間是5月24號的凌晨3點 Bellfield 5的Live Reveal 他們的實況揭露會 然後這邊我會跟大家一起來看 我會實況他們的實況 然後我朋友也會一起來 我們會來研究他們的做什麼 當然會帶給大家一些即席的翻譯 然後還有事後的一些心得 前面應該會晚一點Bellfield 不過我希望我電腦的實況是 能夠撐下去的 我不知道 所以歡迎歡迎大家能夠加入 我知道是禮拜四的時間 其實是凌晨 凌晨喔 禮拜四大家有可能有工作 或者是要上學的話 能夠請假嗎 我不知道 跟老實說這是Bellfield 5的揭露 是電玩之夜 要和大家來實況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是我第一次 跟到這樣的發布會 所以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請假 不是啊 我在實況上面也會跟大家講一個 非常重大的消息 我已經想要揭露很久 但是一直都不能講 在實況當天應該會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應該還會再做影片講 因為實在是這個頻道 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個消息 跟這款遊戲有關 OK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面按喜歡 你也可以選擇來訂閱電玩之夜 按鈴鐺來接收到更多的訊息 我有新的影片的話 馬上會跳出通知 OK 實況的資訊 還會在Facebook上面通知大家 所以也歡迎大家到粉絲團上面按讚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 按鈴鐺來接收到